眼前这个人初中毕业 在深圳靠卖碟 买下三套房和宝马车 它叫排骨 是盗版时代活跃于深圳的草根传奇 2003年 排骨从老家来到深圳打工 600块的工资 抽烟喝酒 加上平时开销 一个月根本攒不下钱 在朋友的建议下 排骨开始卖盗版碟 它很狠心 花了3000多块 请了自己的第一批货 别人饭碟 一块进五块卖 它却进七块的文艺碟 十块卖出去 一开始排骨还担心被抓 但不久 它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这倒不是因为挣得多 而是一位顾客 从他这里找到了 二十多年都没找到的 游山节考试的那种狂喜 感染了它 排骨由此生出被需要的价值感 文艺片在国外已经形成体系 但15年前的大陆 太多人不知道自己欣赏的电影 究竟哪里可以看到 在这样一个圈子里 排骨成为了他们尊重的对象 多数的谍贩者不可能花大价钱 却买入受众小的文艺片 但排骨却是个例 他自觉文化水平不够 为了能和客户做好交流 排骨私下买了一本厚厚的电影手册 他把里面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 所以顾客挑花眼时 他往往能给出最佳建议 甚至有了没有他找不到碟的传言 与其他行业不同 排骨卖的是利润微薄又难找的艺术片 但即便看出顾客对某张碟十分渴望 排骨也不坐地起价 日积越累 排骨的老顾客越来越多 有人来一次就买好多张碟 这个女人就表示 自从认识排骨 家里半年都没看过电视 排骨的名声 在小众的文艺影视圈里越来越响 甚至许多后来在中国影史上 留名的大导演也曾光顾他的店铺 来找自己想要的电影 排骨似乎从麦迭这样的生意中 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排骨和妹妹朋友合租了一间公寓 妹妹对工作挑三拣四 性子一响来就嚷嚷着要回老家 排骨耐心劝道 要妹妹把一开始来生之的梦想去实现 排骨最喜欢的音乐是两只蝴蝶 但是对于爱情 排骨却坚信 他这个阶层的压根没有爱情 他之前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对方大年三十提出分手 因为女友要钱 他没有 女方怪他小气 排骨来了劲 他一个月就两三千 吃吃喝喝下来 压根存不下钱 排骨当时一家人气得年都没过好 可转过年 排骨发现 女友已经找了新的男朋友 排骨由此觉得 他们这个阶层 婚姻就是完全任务 感情什么的真不重要 父母打电话让他回家想亲 排骨也不排斥 车上 排骨想起了刚来深圳时的心酸 那两年 一年忙到头才几千块钱 没钱没地方住 还要应付赞租证调查 排骨当时觉得 深圳太残酷了 现在他就有一个想法 要努力在深圳买房 排骨老家是江西 剩几个小时的车程 他却买了硬座 上车前 排骨偷偷去卧铺车厢躺了一会儿 那感觉鼻影坐舒服多了 但票价太高 他舍不得 晚上 排骨累了就趴桌子上睡觉 第二天下车 排骨先后转了汽车 公交 最后还是从舅舅家借了辆摩托 才终于在天黑前赶回家 可到家才待了20分钟 排骨又匆匆赶回舅舅家 好准备明天的详情 母亲来不及做饭 就抓了一只鸡让排骨带着 半路上 排骨看到了自己工作过的卫精厂 当时刚毕业 虽然工作清闲 但一个月直发300 排骨不得已才去的深圳 第二天 排骨起了大早 他仔细清理卫生 期待着这次相亲 但见面结果却让他郁闷不已 相亲女孩子关心他 能不能在城里买房 对他本人是好是坏 并不关心 更让排骨不满的是 女方父母见他染了头发 还说他像流氓 排骨很快又回了深圳 他此后还给女孩 打了一千多块钱的电话 但女孩父母却从中阻挠 给的理由也相当荒唐 什么排骨舅妈的一个亲戚 在家里很串 排骨的一个叔叔是打铁的 门面不好 排骨气了一晚上 跟女孩的事也彻底高吹 他对此并不上心 他认定的爱情应该是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 他觉得 要是遇到更优秀的 肯定就会忘了那个女孩 最近 文化局对盗版查得比较严 排骨只好暂时关了店铺 听说一个19岁的盗版小贩逃跑时 意外坠楼身亡 排骨郁闷得不行 干这行 一年到头也就几万块 为此搭上一条命实在不值 他想不明白 既然要查 为什么不查上面的批发商 查他们这些糊口的小贩有什么意思 而且拍那么多电影 如果没有盗版 那也就只有能消费得起 正版的少部分人看到 一部电影的价值应该不分贫富 让能看懂的人都能看到 况且 很多片子正版都不愿意做 要是正版能做全 而且便宜 那国家也不用查 盗版自然就没了生存空间 排骨最好的兄弟失恋 他上门安慰 兄弟倒倒枯水 女友在和他好时 就跟了一个更有钱的 得知消息后 他让女友立即返还 借了两千块钱 男人解释 当时自己是太生气 但排骨却一口咬定 他这不是爱情 如果是真爱 那分手的第一时间 应该是想着让对方幸福 而不是一门心思想着 自己亏得太多 文化局查得越来越严 排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文艺迭利人微薄 卖了六百元 利润也就一百 和合作伙伴一分 到手的当真少得可怜 想想父母种地不挣钱 娶个媳妇又得七八万 排骨顿感压力 和朋友去KTV唱歌 他也提不起兴致 过年时 有个女客服发祝福短信 一来二去 人人结识 排骨说着肉麻情话 他要女孩来深圳玩 却被拒绝 朋友嘲笑他泡妞不行 排骨没心没肺 说自己也就是玩玩 其实打心底 他比谁都认真 后来 排骨交了一个女友 女友见哥哥 对嗓子特别服帖 便觉得男女关系中 男的就应该无条件对女的好 排骨被搞得心烦 很快就结束了这段关系 生意越来越难做 排骨开始买彩票 赌马 他数着钱 昨天赌马赔了一千多 一个男人的堕落 往往从赌博开始 但是他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为了糊口 他无奈叹气 不赌吧又贪 赌吧又天天不安 未来未去都是为了钱 一个月后 排骨搬了新家 每月房租能省一百 替妹妹没钱 她又扔下几百块 省来省去 还是没省到钱 排骨想买个数码相机 搞个网站 看还能做点什么 妹妹泼冷水 社会上那么多厉害的人 还轮得到你 妹妹怪排骨 想法天真 排骨却觉得 做了也许会失败 但不做 就永远不会成功 这天直到下午五点 都还没开张 排骨开始琢磨办法 有个同行朋友 打扮很超 生意特别好 排骨觉得 自己也可以在形象上 突破一下 他特意打了耳洞 但来来往往的大街上 排骨依然格格不入 两个月后 排骨之前卖碟的地方被拆 看着呆了两年的地方 已经一片破败 排骨无味杂成 晚上 排骨在天桥摆起了地摊 桥上人来人往 桥下车水马龙 只有他在这暗淡的角落里 彷徨无措 纪录片排骨 聚焦于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下 中国农村青年 走向城市的一段线路历程 他们没背景 没学历 没技能 面对繁荣复杂的大都市 要么甘当廉价苦力 要么在灰色地带 铅而走险 排骨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在于 他还用自己的行动 试探着法度 经济发展太快 新群体已经悄然成形 但相应的法 却并未兼顾到他们的利益 在这样的空隙里 烈士群体 只能用不法手段求个生存 而这样的冒险一旦败路 稍有不胜 就是生命的代价 据后续报道 排骨之后也因盗版被抓 后备老顾客保释 这才躲过一劫 除此之外 不管是排骨多次强调的价值感 还是顾客对文艺片的追捧 都是烈士群体 面对激烈的社会生存 而寻求的身份认同 物质竞争太残酷 不是努力就有所得 而十几块钱就能买到的碟 却可以轻易地 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时代发展太快 像排骨这样一无所有的人 只能在滚滚向前的洪流里 一边彷徨 一边挣扎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人选择退缩 有人却一往无前 2016年 有媒体报道 排骨后来改做服装生意 开了三家门店 他终于达成梦想 不仅在深圳落户买房 还娶妻生女 开上了宝马 排骨是农村青年 转战城市的少数成功者之一 这是纪录片排骨 我们下期再见